激動藏心呂師傅龍師團的熱鬧表演 為部立激動醫院新春晴元宵活動揭開序幕 也吸引相當多的民眾前來觀賞古師表演 激動醫院院長林三騎也預祝大家 玉兔迎春在新的一年行大運 那我們玉兔迎春今年舉辦元宵節的今天 給我們帶來滿滿的喜氣 那我相信在疫情三年過去以後 今年開始我們兔年大家都會行大運 那今天我們舉辦了一些活動 那有我們的一些相關的元宵的製作 還有一些闖關活動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得到我們激動院的祝福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謝謝 由於元宵節快到了 為了提醒民眾吃湯圓或是元宵 也要吃的健康營養 布立激動醫院特地由營養師 教導民眾製作 優蛋白豆腐元宵 由院長林三騎 副院長陳薇達以及秘書李林美 化身為大廚 用嫩豆腐取代水和糯米粉 來揉成麵團 切塊再搓成湯圓 不但製作簡單口感好風味加 也更適合長輩老人家咀嚼 健康營養零負擔 它裡面優質蛋白質的含量 其實非常的高的 除了可以讓它的口感吃起來 比較綿密以外呢 當中的優質蛋白質 做一個長輩 讓它們增加肌肉 還有營養的補充 其實很棒的喔 煮完之後的豆腐湯圓 它吃起來還會有淡淡的肉香味 也可以添一下我們的精致糖的食用 院方也邀請正峰市 以及台北榮賓總醫院移植小組 一起在現場舉辦新春闖關活動 透過猜謎遊戲互動 認識廉政觀念 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理念 了解並且宣導器官捐贈 完成闖關的民眾 就可以獲得限量100份的 湯圓元宵和兔年燈籠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謝謝